得,反正这道大总统狱呀,又平白无故去,给这个溥仪找了四位恶娘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咱们前后三期呀,讲完了雍正皇帝驾崩的这个谜案 既然是清宫一案嘛,您也别指望我爱这儿啊,给您破了案 咱们呀,也就是把这些疑点,一个一个的分析分析罢了 接下来咱们开新书啊,本来计划呢,是讲的有清一代呀 发生在紫禁城里边两口子之间的疑案 这再一想呢,不对吧,这按照顺序来呀,咱们应该讲的紫禁城当中的母子 所以说啊,打今儿起,咱们就聊一聊啊,发生在紫禁城里啊 这母与子之间的故事,讲到这么一个话题啊 那跟这个皇上跟皇子之间的故事不太一样 因为啊,这个皇上跟皇子有故事 这皇后、嫔妃和自己的儿子,故事就不太多了 别说是不太多了,几乎就是没有 为什么呢,因为这清朝啊,它有制度 皇子、公主一降生 这立刻呀,就和自己的亲生恶娘分开了 有自个儿专门的看妈儿、哄妈儿和奶妈儿 并且呀,这内庭都会指定一位教导这位皇子的母亲 当然了,是从皇帝的后妃当中挑选 您像这雍正皇帝的亲兄弟,同父同母的亲弟弟 大将军王印提啊,在自己的生母 德妃娘娘膝下长起来的事情啊,很少发生 所以说,要是讲清代皇宫当中母子的故事啊 那通常都是太后、太妃嫔和皇帝的故事 皇上妈妈头上嘛,那必然得加一个太子 幽默着啊,就是太后 幽默着呢,就是太妃嫔 也就是说呀,是那个紫禁城里的那群魏王人们 说白了呀,就是紫禁城里的那群寡妇们 中国的皇位继承人呢,基本上都是父慈子继 老皇上死了以后,这儿子登基 所以说呀,这个父母双全 对于皇上而言,那简直就是个奢求 这有清一代呀,只有这么一位皇帝 他呀,有机会父母双全 谁呀,那就是嘉庆皇帝 这乾隆皇帝呀,是善位 哎,嘉庆登基以后,又足蹦的活了三年 可是啊,这乾隆皇帝 是中国有史以来授数最高的皇帝 他呀,是1711年9月25日出生 1799年的2月7日驾崩 这老爷子从那康熙朝啊,一直活到了嘉庆朝 一活呀,就是88岁 哎,把自个儿的媳妇熬死的都差不多了 这其中呢,就包括嘉庆皇帝的生母 孝依纯皇后为嘉世 所以说这可惜了,嘉庆皇帝继位的时候 虽然爸爸还在,可是这妈妈呀 他过世了 我想这会儿啊,有人听的牙都咬碎了 就等着喷我呢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您肯定是要说呀 这光绪跟宣同两位皇帝 登基的时候啊,那全是父母双全 您要知道啊,这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礼数 这过季子啊,在过季的那天开始 就已然不是原生家庭的孩子了 光绪皇帝啊,若要是见到纯亲王怡萱 宣统皇帝,要是看见摄政王宰丰 这两位啊,可都是他们的亲爹 只能称呼他们啊,为王爷 不能称呼为阿玛 在年节问安,以及赏赐的这个行文当中啊 称呼自己的母亲,也只能称为福晋 是再也不能啊,叫一声恶娘 所以说呀,这光绪宣统 在继位之时,原生父母 虽然都健在 但是,法定意义上的父亲 都已经驾崩了 中国古代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这家庭的礼法 比国法还要被人民所认可 这话头继续拉回来 咱们接着说呀,这皇宫当中 母与子之间的关系 那谁是皇帝的妈妈呀 有人说不用说呀 那肯定就是太后 对了,就是太后 可这太后和太后也不一样 他们呀,有着各不同的出身 有的太后呢,当然是正宫太后了 是皇帝的嫡母 也就是先皇帝的正身皇后 这再者来呢,就是皇帝的继母 也就是先皇帝的继皇后 再有一种啊,就是母与子贵了 就是这个皇帝的生母 在老皇上驾崩前呢 他也可能就是个嫔妃 您比如说这个德飞乌雅士 康熙皇帝一死 因为她是这个雍正皇帝的亲妈妈呀 所以呀,就成了这个 人寿皇太后了 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孝宫人皇后 那么既然是这样呢 所以说有的朝代呀 在后宫当中就会出现呢 不止一位的皇太后 您看啊,这个顺治朝就有两位皇后 一个呢,是这个皇太极的元后 叫孝顿皇后 还有一位呢,就是顺治皇帝的亲妈孝庄 也就是啊,这个朝圣皇太后 这两位皇太后啊,要是在娘家论起来呀 那是亲姑母侄女俩 到了康熙年的时候啊,就更热闹了 后宫里呀,一共有三位皇太后 首先呀,就是作为奶奶的孝庄 孝庄太皇太后 当然了,没人这么叫 也都是啊,尊称太后 再来呢,就是顺治皇帝的季后 孝庄皇帝娘家侄儿的孙女 哎,就是那个孝慧太后 再来呢,就是康熙皇帝的生母 孝康太后 后宫当中有多位太后的情况啊 这一猛子就知道了同志光绪朝 哎,这回呀,咱们就都知道了 此起此案呢 这两位皇太后啊 垂帘听证时并立后宫 您看嘉庆皇帝没有 虽然呀,他的皇位是乾隆善位的 可是啊,在母爱方面啊 他多少有些缺失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爸爸呀 年头活得太长了 把自个儿的妈妈都熬死了 所以嘉庆后宫没有一位太后 那么有清一代十二朝 有没有他既不是先皇帝的元后 既后,也不是这现任皇帝的生母 就被封为皇太后的呢 还真有 这位娘娘啊 就是咸丰朝的孝敬城皇后 这老太太是刑部猿外郎花梁恶之女 她能算得上啊 是这个咸丰皇帝的养母 因为这咸丰皇帝十岁头上啊 就死的亲娘 哎,那会儿还不能说叫咸丰皇帝 那会儿叫皇子一竹 就是由这靖妃娘娘啊 一手拉不起来的 为什么呀 因为靖妃娘娘身边呀 也有一位小阿哥 和这一竹边边大 那这位小阿哥是谁呀 这更有名了 这就是那后来呀 大名鼎鼎的爱勋觉罗一新 就是那个鬼子六啊 哎,对喽 公王爷 要说人家这个靖妃娘娘的位分 在道光年呀 那就不低 道光二十年 庚子正月十一 那年呀是1840年 就是鸦聘战争开始的那年 哎,皇宫里呀 这年也不消停 在紫禁城内宫的城镜斋里呀 驾崩了一位皇后 这就是道光皇帝的皇后 纽葫芦士 咱不是说了吗 那会儿一主啊 才十岁 道光皇帝呢 就让这靖妃娘娘 抚于这个四皇子 到了四月二十五日的时候 封这个靖妃娘娘啊 为皇贵妃 这皇贵妃 它是什么意思呀 在皇后宫的位分当中啊 紧次于皇后 道光三十年 正月十四 道光皇帝 在圆明园 慎德堂驾崩 这四皇子 一主即位 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 这咸丰皇帝 敢念母恩 就封这位靖妃娘娘啊 为皇考康辞 皇贵太妃 这皇贵太妃呢 就搬进了寿康宫 哎,您可听清楚了啊 这寿康宫 可就是皇太后 应该待的地方 当然了 在奉养规格上 跟这皇太后啊 也是一模一样的 关于这里边的故事啊 咱不能再剧透了 因为这是咱们母子系列里边的 一集故事 我不能在这没事 吃不了撑的 自个儿给自个儿刨活玩 您说是不是啊 总之 在这靖妃娘娘 弥留之际 她的这位养子 咸丰皇帝 就把她进封为了皇太后 这有清一代呢 也是没听说过这么封的 哎,好像明朝也没有 那么这清代紫禁城里 还有没有关系更复杂的母子呢 哎,还有 再有就是啊 这宣统皇帝和她的四个妈妈 哎,那位说了 这皇上怎么有那么些妈妈呀 哎,这我还没说全呢 我要是说全了呀 她一共有六我妈妈 光绪三十四年冬天 十月十四 光绪皇帝驾崩 慈禧太后 就命溥仪啊 继承皇位 那这三岁的溥仪是以什么身份继承的皇位呢 他可不是啊 光绪皇帝的继子那么简单 这老佛爱的遗址上啊 说的清楚 这宣统皇帝啊 是过去于同治皇帝 宰纯 同时啊 又兼挑光绪宰田 这种情况啊 在咱们民间也有 这叫做一子两门不绝 各种皇上家呢 就叫做一人兼挑两房 所以说在礼法上啊 这溥仪呢 他有俩爸爸 一个是同治皇帝啊 一个是光绪皇帝 在这个事实上呢 他有仨爸爸 当然还得包括那个纯亲王宰丰不是 您想啊 这爸爸一多 这妈妈能少得了吗 首先说呀 有个生母 就是摄着王宰丰的嫡附近 也就是溥仪的生母 郭尔家幼兰 这位幼兰可了不起啊 她是满洲重臣 荣禄的女儿 那既然过季了吗 她的嫡母啊 那就是光绪皇帝的正牌皇后 龙玉皇太后 那不这就只是两位吗 实际上说呀 按法理上讲 龙玉皇太后才是这溥仪的母亲 这会儿啊 生母 瓜尔家幼兰 在溥仪嘴里啊 只能称之为摄政王福尽了 哎 这倒霉就倒霉在呀 没过三年 这大清国就亡了 这宣统皇帝 皇帝的日子呀 到头了 再转过年来呢 这龙玉皇太后也驾崩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民国政府啊 对这清皇室的优待 是写进这个退位诏书里的 也就是说啊 您这民国政府 跟这清朝政府啊 签了合同了 所以这溥仪啊 他就仍然住在紫禁城 他呢 还有一般呢 陪着自个儿外外的小朝廷 整天呀 一口一个皇上老爷子 皇上老爷子 追着他 捧着他 逗着他玩 让他开心 这会儿啊 这龙玉皇太后是驾崩了 民国的大总统 袁世凯 说这个殉帝 溥仪年纪尚幼 应该啊 由宫中的几位太妃 共同教养 那这会儿太妃啊 还剩了四个 一个呢 是光绪皇帝的太妃 敦康皇太妃 就是咱们都熟悉那个胖胖的锦妃娘娘 还有三位啊 是同志皇帝的妃子 他们分别是 端克皇贵妃 童家氏 庄和皇贵妃 阿鲁特氏 荣惠皇贵妃 西林觉罗氏 并且这道大总统狱里还说 英语啊 这个端康皇贵妃 也就是光绪皇帝 这位胖锦妃为首 为什么以他为首啊 咱们后边的故事里啊 还会讲 得 反正这道大总统狱呀 又平白无故去 给这个溥仪啊 找了四位恶娘 这在这有清一代十二朝里啊 也是唯一的特例 得嘞 今儿咱先说的呀 是咱们这个系列里的引子 您知道我的脾气啊 咱们肯定是捡热闹的 先说 明儿见 咱们肯定是捡热闹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